有沒有哪些星座 是最喜歡搞小團體 最愛排擠人的星座 就是最喜歡搞小團體 排擠別人的星座 有誰 第五名 金牛座 我相信 金牛座 大家以為 這個他事不關己 他也不會去理你 但是呢 金牛座很會 然後就把大家結合在一起 因為有尷尬 有抱怨的直接講出來 就自成一派 他蒐集了這些人之後呢 就跟他一鼓作氣 他一鼓作氣 這就成為小團體了對不對 誰Leader 誰Leader就金牛座在Leader 因為他這個負面情緒傳播出來了 他自然而然就會有一股 所以向上還是向下 他們這種小團體 自認為是向上的力量 因為負面情緒排擠掉了 他自己就很開心的去工作 對不對 這是我的見解 好 第四名 第四名 巨蟹座 巨蟹座因為 還是那句話 安全感作 所以說在安全感的基礎 主之下呢 他必須要搞一些團體 來鞏固自己 因為我們常講巨蟹座 對周遭的親人啊 他是很愛家的一個心臟 念舊 但是如果說周遭都沒有 他的同路人的話 他會會頓時失去安全感 他連家門都不出來怎麼辦 所以他一出門 就大棚了 不是帶他家人 就帶他的閨蜜出來 要不然他絕對不出來 好 來 第三 第三名 雙子座 雙子座為什麼會搞小團體 因為 他這個很會資源利用 對 就是當大家一片散沙的時候 他就突然出來當領導 哇 你去做什麼事 他做什麼事 他又做什麼事 他做什麼事 然後分配好了之後 大家問他說 你做什麼事 他就自己躲起來 然後等到大家都做好 再出來搶功了 他做好之後 你看看 你看我這個資源分配得很好 大家合作完成這個任務 厲害厲害 第二名 天蠍座 天蠍座最會運籌維吾 決勝於千里之外 擅長磨略的就是天蠍座 天蠍座呢 他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一個磨略夾了 只不過呢 他是比較會動氣 還輸磨蠍 磨蠍是在走他的計畫 走他的路的時候 他都不動 非常的冷靜 天蠍座是會動的 行路不行於色 這個我們海峽兩岸 就是被磨蠍座跟天蠍座搞出來的 可以舉個例嗎 磨蠍座就是這個毛澤東 天蠍座就是國父 還有這個蔣介石 第一名 第一名 講到自己 這怎麼解釋 其實我要解釋的就是說 因為獅子座不是說排擠別人 而是認為對方不需要 就乾脆開掉 我們不要做浪費資源的事情 所以大家會覺得獅子座很獨斷 其實不是獨斷 認為不需要真的就要把它卡掉 即時切斷才不會免於後患